OK,大家好,我是李三嘉,今天带你们来美国看看美国的洗车是什么样的 因为美国这边大家都知道,人工是非常贵的,所以很多东西他都会去用这个自动化或者半层化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去check it out,byebye OK,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得先交钱 8块的,10块的,12块,15块 没有税了 你不用给小费 看不清了都,咱还看明白了 差一点,看明白了,前面的车 没看明白没关系,一会儿担心进去 我感觉云里无理的 我觉得可以了,其实咱可以倒车走了 我觉得我的车前脸洗的差不多了 不需要花这15,下次先把这车开进来,在这停10分钟 然后最好来的时候背着一点肥皂,先给这车搓一遍 OK,现在我们进去了,我自己开过来,没等到穿穿,我直接自己干过来了 至少我这个成本又高一块 我感觉我在动 先喷一遍沫子,先打一遍肥皂,一会儿再搓 又上一遍沫子,打两遍 15块钱,可能再上个护发树 红的蛮的,红的蛮的 这边,这个闻得像牙膏,开始漱口了 水果牙膏,还是儿童牙膏的感觉 从下往上分一分 替他也帮他洗一下 这次是喷的啥?这次对我怎么那么小啊? 可能是保养用的那个,擦点油吧 我觉得下次不用这么复杂 这也得多脏的车啊,这么洗 自便肥皂了 可能各项功能都一样吧 那个灯红黄蓝绿的变来变去干啥? 可能太无聊 又是一遍沫子 又换一个味道 柠檬味的这回 红干 你看前面有倒数,洗车都秒了 不错,还是挺干净的 但是肯定不如人工洗车干净 行了,那今天的这个洗车就到这里 咱们同一时间 不一定同一时间 下期节目,拜拜